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用鸭蛋腌的 真辣椒 我知道你爱吃 来来来 干杯 皮蛋是中国传统风味的蛋制品 它除了叫皮蛋松花蛋 还叫变蛋灰包蛋 皮蛋剥开后 青黛色琥珀般晶莹剔透 深绿色渐变的蛋黄 柔韧弹牙 在东北 皮蛋常常和豆腐 葱花 米粥结伴 虽说是配角 但因为它色相味均有独到之处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不过也有不少第一次吃皮蛋的人 被它上了一课 皮蛋走南闯北 给全世界的美食爱好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近这皮蛋又火了 前不久 演员郭麒麟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的一角摆放了一整盘皮蛋 在现实生活中 郭麒麟是一名备受痛风折磨的患者 所以大伙也将皮蛋和健康联系在了一起 同时也产生了疑惑 痛风患者到底适不适合吃皮蛋 痛风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身体中一种叫尿酸的物质 它的代谢出现了问题 使用高飘磷的食物就会引发痛风 在采访中有人认为 皮蛋属于痛风患者禁忌食物 也有人认为皮蛋是痛风缓解期 降尿酸的合理选择 那么痛风期间到底能不能吃皮蛋呢 一般是以每100克小于50毫克的飘磷为低飘磷食物 如果是每100克的食物当中 还有50毫克到150毫克算是中等飘磷食物 100克的食物当中 还有150毫克到1000毫克的飘磷量 就被称为高飘磷食物 皮蛋本身它是一个低飘磷食物 每100克当中是低于50毫克的 是在痛风期间可以使用的 虽然在痛风期间可以吃皮蛋 但是因为皮蛋本身含有钠 所以并不建议多吃 钠含量比较高 这个时候可能会对心血管啊 肾脏啊造成一定的负担 那么去代谢尿酸呢也要靠肾脏 所以其实有痛风的患者 是不建议多吃皮蛋的 吃一颗皮蛋就已经超过了 人体每天所需钠摄入量的五分之一 因为皮蛋本身含量量过高 所以日常生活中 一些特殊人群也不要多吃皮蛋 克别建议以下人群不时食用 第一呢就是幼儿和儿童 第二呢是孕妇 第三呢是老年人 第四呢就是三高人群 皮蛋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风味 每次深修得干个喜爱 但是一直千万不能加动 建议得干个 每一个礼拜不要超过两次 每次不要超过两次 最好呢 是皮蛋跟宿舍一起下 肯定兼养 肯定兼养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是要更多 请在旅行别车看 马上我们 做一所有温度的幼儿园 在广电滨江园区 每个空间都有着教育的意义 每个瞬间都充满着快乐与温馨 孩子 愿你的童年是五彩的河 是善良的桥 愿你的未来 是七彩的路 是精彩的书 广电滨江幼儿园 爱与成长 并肩前行 地宝当家栏目 由长康百分百 纯芝麻油赞助播出 四江湾发动 亲爱的不同好家好伴好 我刚刚都在提高端下 我别让大家发现了吧 七年个五年份只有二十九年 而这准呢 才五年四啊 那就是什么呢 五年五十年 总共有三八六十六年 而龙力和龙年全年只有三八十四年 为什麽 共这个五年五十年 比龙力和龙年多一十五年 好 我们今天要做个概念 一年我们都知道是三百六十五天 或者三百六十六天 三百六十六天的时候呢 就是润年 润年的年份能够被四整除 二月是有二十九天 三百六十六天 但当我们这个年份 不能被四整除的时候 二月有二十八天 这一年的总数就是三百六十五天 这是我们阳历的润年和平年 朱老师介绍 目前国际通用的公历 在我国民间俗称阳历 而农历是我国的传统历法 它对年 月和节气的安排 是以月象盈亏和太阳周年式运动 两个自然周期为依据制定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这个月象的盈亏 它的朔网周期是大月三十天 小于二十九天 一年十二个月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就发现问题了 如果我们按照三十天 或者二十九天来计算 十二个月的话 一年只有三百五十四天 或者三百五十五天 跟三百六十五和三百六十六天 存在十几天的差距 这样怎么能把这个日子拉平呢 中国古人非常的有智慧 这个我们就十九年间 设置七个润年 每隔两到三年设置一个润月 也就是说 有润月的年份叫润年 包含十三个农历月 年长三百八十四天或三百八十五天 反之没有润月的年份称为平年 农历以十二个中期 分别作为十二个月的标志 也就是每个月都有一个中期 如果一个农历月里没有中期 这个月就称为上一个月的润月 我们今年的农年呢 正好是没有润月的 从2024年的2月10日 正月初一开始算 到2025年的1月28日 正好是三百五十四天 也就是比2024年的三百六十六天 要少十二天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数学计算的问题 其实它的根源呢 就是我们的农历年份和新历年份的 润年平年的计算方式和教法不一样 农历性我们过去转农的立法 这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跟阶级 这些阶级跟隆时有着密集的关系 虽然我们用力 并且还是与它是差别 但是我们不能复视 否定这个价值跟意义 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跟理解 好 休想我们进入广告 广告我等更多精彩理论 别再回来 再继续 广告我等会 更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有位女网友 因为经常跑温泉 感染了HPV 这个经历一话之内 一时感觉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 有个网友就说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再也不敢跑温泉了 可跑温泉 真的有可能会感染HPV吗 我们一起来留待 HPV全称人乳投流病毒 部分HPV感染会导致女性宫颈癌 医生表示 HPV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 此外 接触被HPV污染的物品 如公共卫生间的拮据 也可能感染HPV 去温泉等公共场所 也存在感染风险 HPV病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耐寒 不耐热 高温消毒可使病毒灭活 但我们大多数人体耐受温泉的 最佳温度为40至45摄氏度 在这种温度下 HPV病毒是可以生存的 因此 如果温泉水中携带有病毒 当人体皮肤粘膜有微小裂口时 就容易造成HPV病毒入侵并感染 如果泡的人比较多的时候 如果这个里面有些人 可能承着HPV的感染的话 那也确实承着一个感染的风险 你泡温泉的时候 你不能身上有这种伤口的时候去泡 包括你的月经的生理期 泡好以后 要力气去领益房 做一个流动水的一个清洁 减少这些公共场所的一些水药物品 在自己身体上的一个长期的停留 此外 容易被很多人忽略的是 不干净的手去摸头 面部 其实也有感染HPV的风险 我们的手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你如果手卫生没做好 接触东西以后 然后我们尽量去摸自己的脖子 脸 就是说去接触 密切接触的地方 如果说你有时候手抓着 正好脖子有个小伤口等等 它也会成这个感染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皮肤的 一个扁平油等等 由于HPV病毒种类繁多 如出现身体不适 需到医院及时诊断 及时治疗 适龄阶段的女性 建议接种HPV疫苗 当然个人维生 方便一定要组好 你用一些共用的毛巾等等 就尽量不要用 大家多加小心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有个很大的 是一个自身摄影师个个人修装 让我们一起来留给一些 真的修装个老相机 眼前的这些相机 都是几十年来 潘未明老师收藏使用过的 以及被他改造过的相机 来卡最早的一款相机 1926年生产 1956年的M3 就已经是非常经典了 这就是它的卡口 这个卡口到现在的数码时代 还用M卡口 所以数码它是来卡胶片 是到了M7胶片时代结束 M8以后M8 M9 M10 11这些 就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数码的了 来卡相机最大的特点是经久耐用 它的快门永远是一千分之一秒 即便是在恶劣的条件下 用来卡相机也是很让人放心的 它那个快门声音是最好听 也是最轻微的 像听音乐一样 你看就这么一点声音 所以这个很多欧美的歌剧院里头 你看看戏都是画了一个 不能使用照相机 但有的地方写括号 来卡出 来卡是可以的 你看这里面的沙哈拉沙漠里面的 这些片子 全部都来卡拍的 你看这个反映沙漠的沙尘暴 很多这样的片子 这个暗部层次很好 就是已经旧情了 这款藏品名叫陆来 是德国产相机 一个就是蔡司 这德国的蔡司公司的镜头 是到现在还是享有剩余 那么还有一款呢 就是斯莱德 它用了斯莱德公司的镜头 这个叫F型 登峰造极的也是F型 我们国内的以前那个很多照相机 海鸥啊 双镜头的 都是学着人家这个陆来的 当你这个拍摄一些高的地方的时候呢 它倒过来不用三角架 比三角架还高 它可以这么拍 那就两米多的比三角架都高 陆来相机发展的后期 已经可以使用两种胶卷 120胶卷和220胶卷 做工非常精美 接下来看到的这款 是瑞典人发明的哈苏相机 可以分拆重新组装 你看啊 它是全部可以拆 第一 镜头可以拆下 镜头 第二 后背可以拆下 这后背就装胶卷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 拍胶片的一般 我们可以带三种后背 黑白的 彩色浮片和三角片 好 取景器可以拆下来 取景器拆下来还不算 某物理对焦屏可以拆下来 全世界第一台 潘维明老师说 后来包括路卡 日本的 娃米亚相机 都可以将机身部件 分别拆下来 再组装 这个照相机第一次上市呢 是1948年 1948年在哪上 在纽约上市 一上市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从此以后1948年以后 到现在为止 无论是胶片时代 还是数码时代 哈苏照相机始终是一个天花般的存在 他其中有一款特别要介绍的 他有一个广角照相机 镜头呢 哈苏还是敬畏德国人 这才是给他提供了一系列的优质的镜头 眼前的这款德国产的李豪夫 也是一款经典的胶片相机 尤其是他可以拍大画幅 回想当年 有一个景象 让潘文明念念不忘 他在读初中二年级时 开始喜欢摄影 当时老师说了句 喜欢摄影的 下课后 四个人发一台照相机 那让他和同学们兴奋不已 这样的台个照相机 发一卷交卷 四个人一组 可以在华士大校园里面拍照 拍完以后呢 晚上 吃饭晚一点啊 先到暗房里 把胶卷冲出来 大概折腾完了 我们回到家 应该是九点钟左右 哎呦 兴奋啊 人生第一次拍了照 一天也做了一张照片出来 从此爱上摄影 一直到现在 相机秀长相对的话 是比较秀准的一种爱 就是恋爱胜负的一种表现 秀长提高可以 让我们个自身眼开见婚 带给我们见到个闹局 以及胜负上的种龙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这感个恋爱 丰富 这感个胜负 好 我一个法题 现在改好了 如果能发现 你们的小文语 注意力不及重 好消耗力低 达不起精神 说明 这已经得了 很高综合症 今天我们个节目 就来玩一玩 寒假综合症 专家说 学还没玩过 还没玩过 怎么就开学 假期在家睡到自然性 习惯了 然后就在学校也是不想起 就一直赖床 比如说没有 学习没有 积极性没有那么强了 作业的话有点拖拉 要有一段时间 心理健康专家表示 自律重要 定个假期计划更重要 寒假初期 家长可以根据 孩子的学业水平 学习进度 身体素质 日常作息等方面 和孩子一起做出计划 合理安排假期生活 有了考证计划 然后要读出的小孩 学会去执行计划 学会自我管理 然后家长从中 做好表率 做好监督 做好引导 当然里面 要做好劳益结合 学习跟理由结合 这样的话 它就要松有紧 假期可以放松身体和精神 但习惯不能放松 专家说 辫子设备陪着孩子 度过一个假期的方式 不可取 学习 阅读 兴趣培养 社交锻炼都不能少 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 缺乏意志力和主动性 特别需要家长的陪伴和监督 不要把自己跟小孩分开 也就是说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旅行 自己的找亲房友 一定要跟小孩的成长 小孩的活动 小孩的学习 那么一起纳进来 大家提到的假期综合征 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讲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病症 它大多是指一种消极的状态 假期结束后 重新适应学习工作 而出现的一些不适症状 最典型的工作的时候 还会感觉到 这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 甚至会出现激烈下降 头痛 中闷 腰酸背痛 都是比较常见的 下来的话 还有一些部分的人会出现 明显的一个食欲的减退 医生介绍 一般以两周到一个月 为一个观察周期 如果不适症状再逐步减轻 大家就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在这个过程中 掌握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自己 尽快调整好状态 我们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包括一些膳食纤维 矿物质等等 它其实对于我们大脑的 一些神经恢复 是非常有帮助的 假期过后 一些朋友常常还会感到 颈背部 腰部的酸胀痛 甚至有些手臂的疼痛 究其原因 大多数是玩得太嗨了 医生建议 如果身体已经出现酸胀痛 不妨尝试着做做拉伸运动 横向的一个拉伸 就是做一些这种扩胸 让我们的背部的一些菱形肌 包括这些腰背肌肉 都得到一个牵身 然后往上的话 一个伸展 单杠上 把自己整个吊起来 但是逐渐不要离地 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纵向的 一个拉伸动作 一次的话 可能坚持个三到五秒 然后一次做个十组到二十组 主要是以自己的一个舒适度为主 好 接下来是宝宝腐蚀的食感 今天我们要开设一下 好像有好可能的腐蚀 让宝宝们抬油抬油 恰个不得 欢迎收看今天的宝宝腐蚀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宝宝腐蚀 是花朵小馄饨 首先把香菜切成小段 猪瘦肉切成小块备用 把猪肉和香菜一起放入搅拌机中 搅拌成肉泥 接着加少许面粉和盐调味 把肉泥团成小颗 放在馄饨皮上 接着再盖一层馄饨皮 用工具压成小花 下锅煮开 这道小馄饨就完成了 每一个都是一道小发发 保证宝宝个人不喜欢 妈妈们还可以 那宝宝不喜欢这样的处材 就给到那个牛奶里头 有勇洋用梅味 千万不要做锅了 好 同样不能做锅 改用梅味嘎双菜 马上我断爽双 这样我们推荐个洗衣茶 糖煮带捏 牙齿比较嘎双菜 只需要一碗牛脂 就感觉了所有问题 我讲牛脂馅论 酸甜可求 一点都不像 常处带鱼需要的原材料有 带鱼 白醋 生粉 面粉 白糖 番茄酱 取一个鸡蛋 滤出蛋清 把蛋黄加入到 带鱼段中抓匀 撒上适量的生粉 继续抓匀 紧接着是面粉拌匀 再来一点啤酒 去腥增香 拌匀之后备用 起锅下菜籽油 油面稍稍宽一些 油温六成热时 裹好粉的带鱼段 下锅油炸 中小火慢慢炸 带鱼块炸成金黄色 筷子能够扎透时 出锅立油备用 起锅烧水 下入足量白糖 随后再加入番茄酱 搅匀 再来一点盐 继续搅匀 边搅边加入水淀粉 带酱汁粘稠时 再加入一些色拉油 炒匀 炒酱汁的时候 注意火不要太大 随后炸好的带鱼块 下锅迅速翻炸 带鱼裹满酱汁时 酸甜可口的糖醋带鱼 就可以和家人分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 头痛 又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又清洗 用清洗八胃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胃片 270余年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胃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又清洗 胸闷气短 又清洗 清洗八胃片 认准猛棋牌 要知道贵以砖 砖更对症 病之治重在源 治病必求于本 就像书金剑腰丸的诞生 砖药砖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陈礼记中华老字号 始创于1600年 400余年 砖研中药 配方砖注 药材砖选 工艺砖精 成就了书金剑腰丸的 砖药专制 书金剑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间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痴疼痛 书金剑腰丸 对症 书金剑腰丸 砖药专制 五方正药 值得信赖 书金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暖冻自补 实惠够 就来都市严选 自补央生节 媒体搭台 产地直供 正品保证 价一发十 八十头文山三七 美金仅需 九十九元 西洋生 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壶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 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灵芝包子粉 买一盒 送一盒 都市严选 七年资补老店 值得信赖 现场还有西藏纳区虫草 加拿大西洋生 优质天麻 藏红花等各类资补佳品 均有产地特惠活动 活动地址 南昌 景岡山大道 飓风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远九四医院正对面 景德镇 星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九江江中灵芝 都市严选 长虎大道 603车队 公交站旁 今天的宝宝腐蚀 今天要给大家 推荐的宝宝腐蚀 是一道 简单快手的 红烧鸡翅 首先把鸡翅 切成小块 用姜段腌制片刻 平底锅加油 鸡翅下锅后放糖 然后把鸡翅两面煎熟